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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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哦 记起来了 我现在是慕容兰 被选中入宫 当朝皇帝玄臣是个大暴君 传说新进宫的都活不过第二天 算了算了 别进宫了 爹 我真的可以不用进宫吗 爹就你这一个女儿 拼了老命 我也要帮你周传 皇上有旨 慕容家长女慕容兰 即刻入宫选秀 不得有误 老婆就是拼杀老命 也不能陪女儿进火坑 啥情况 刚来就死 男人 你不想进宫 也不用去寻死 这是重生啊 爹 就你这一个女儿 我就是活了老命 也要帮你周传 哦 原来可以重来啊 奉天长运 皇帝诏曰 老婆 让我去 我去去去 哎呦 本公公还没宣旨呢 我知道 助公选秀嘛 我去就行 这还是第一家上赶着的 行吧 那奴才先在外面候着 还请小主 快些准备吧 嗯 来人 你怎么 爹 我要是再不答应 你又要随回 我是说 你老长命万岁 我可怜的男儿 是为父无用啊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怎么会这样 难道 死一次就打个岔 啊 那就是说 啊 我有九条命 那还怕个啥 爹 你放心 女儿此番进宫 一定给你正算 付费回来 小主便住这吧 三日后便选秀 好嘞 怎么 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嗨 本小姐最烦你们这种收拾贿乐的人 给我做教子不识台去 把她画丑些 小的明白 哼 够奴才 找个这么丑的进宫 皇上息怒 那慕容兰谎称自己国色天资 实则丑陋不堪 这是细菌啊 但大包天 传之 刺死慕容兰 一灭三寸 遵旨 遵旨 皇上有旨 慕容兰积君往上 即刻小杀 什么情况 往哪里积去了 又死了一次 好吧 还真不能小瞧这三黄鸡 功功 请稍后啊 得 今儿个就先这样吧 等下 良心作品 这皇宫里果然水很深 一个小小的画师都可能要了你的命 还不知道选秀为怎么样呢 哇塞 大帅哥 大胆 太后万福皆安 走起来吧 你是哪个宫的 嬉病太后 她是新入宫的秀女 慕容兰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与外男眉目传情 我没有啊太后 哀家亲眼所见 数次不知莲齿 来人呢 把她的眼珠子给我挖出去 然后仗帝 拎起笑 又死了一次 在这皇宫里 看看帅哥都犯法 我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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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哥 大胆 糟了 怕什么来什么 参见太后 就起来吧 你们方才作甚 这下怎么办呢 太后容炳 方才这位小主 被十字路滑倒 被下官护住 一时忘了男女有别 坐在下官一人 柳琴师快快平身 这出手相就 乃是娟子所为 琴师可有受伤啊 咦 这太后 对帅哥动手动脚的 你自己才不知道莲齿 太后 选秀的时辰快到了 摆劲儿 松松太后 下官勤势柳隋云 刚才多有冒犯 大人哪里的话 蓝小主 我们该走了 哦 恭喜小主 贺喜小主 您被封为贵人了 谢天谢爹 我总算活着 不为贵人了 哎不对 外面见过皇上呢 说的是啊 可皇上就 各个封了小主 和公上下 救您一位 我这也太幸运了吧 可是我们下一步 是要做啥呀 三日后敬见太后 过了仪式 您就是实打实的贵人了 那见太后 我需要注意到啥呀 您只要非规矩矩的 太后自然不会为难您 行吧 反正还有命 参见太后 这哪位是皇上清风的蓝贵人呢 不不不 臣妾慕容兰参见太后 你这 极有此理 啥情况 怎么又惹她生气了 大胆蓝贵人 竟敢冒犯太后 啊 我 我做什么了 瞧你这一身衣裳 太后偏爱子堂色 你个庶民之女也配穿 这分明就是藐视太后 天哪 也没人跟我说不能穿紫色呀 刚来就敢藐视哀家 踏日弱得宠那还了得 男人呢 给我拖出去杖壁 尽尽笑容 啊 啊 啊 太后 太后 恭喜小主 贺喜小主 我问你 太后是不是最爱的堂色 小主你怎么知晓啊 你怎么够早说 怪物浪费掉命 小主你胡说什么呢 乖 我问你啊 太后除了紫糖色 她还喜欢什么颜色 这个嘛 太后还喜欢 胡蓝 藏青 霉红和鹅黄 难怪 那些妃嫔们没有一个穿这些颜色的 有办法了 参见太后 参见太后 这哪位是皇上新封的蓝贵人呢 臣妾 慕容兰 参见太后 这身胡蓝色的倒挺佩妮 果然是蓝贵人 嘿嘿 这次可做足功课了 多谢太后夸奖 既蒙盛赞 不如妹妹即兴一曲 为太后重重心 哀将也想听听 那蓝贵人 你就选一样乐器 随意演奏一曲吧 这几样乐器我都会 若是演奏随意 只怕老太后要怪罪 就想琵琶吧 难度最大也最出彩 看本小姐给你弹一曲 大猪小猪落浴盘 你好大的胆子 搞什么 我又招谁惹谁了 大胆蓝贵人 你可知错 嗯 真是又做错什么了 这和公上下都知道 钟贵妃的琵琶乃是一绝 你方才得了几句夸赞 便在钟贵妃的面前显摆 是不是不把我们贵妃 放在眼里啊 蓝妹妹 本宫母家乃是世袭妃 你一个庶民出身的女子 竟然公然与本宫叫板 我看你是根本不把本宫 放在眼里 我去 我就弹个琵琶 毕竟弹得好也是错 太后 蓝妹妹新进宫不知内力 还请太后宽恕 你今日故意穿湖蓝色 都哀家所好 就故意选琵琶 可见是个新妻之人 若留你在此 他日只会在后宫兴风作浪 男人 放出去帐 别提起笑容 恭喜小主 贺喜小主 别人少废话 我问你 中贵妃是不是最擅长弹琵琶 小主你怎么知晓啊 哎呀我拜托你能不能一口气 跟我说完了 你害我又要被捅 小主你又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说又啊 从现在开始 我问你什么 你就给我打什么 中贵妃喜欢什么颜色 中贵妃喜欢胡蓝色 那中贵妃除了擅长弹琵琶 她还擅长谁啊 她还擅长蒸和啸 这太后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专闹 哎呀 中贵妃可是太后的表侄女儿 人们是亲戚 继续 我再问你啊 别问了奴才答不动了 皇上最机会什么呀 参见太后 哪位是皇上新疯的 臣妾慕容兰参见太后 你 你这 蓝妹妹这身衣裳 倒是素雅的很呢 臣妾愚钝 不懂搭配 倒有点像当年 乔贵妃入宫的样子 依上素雅 倒不知六亿如何 不如妹妹即兴一曲 给太后支出信 蓝贵人 那你就选一样乐器 随意演奏一曲吧 小雅 还想害我 登登登登 这也是何物啊 太后 臣妾觉得你听见了那些传统乐器 所以准备了这个新鲜乐器 这东西能演奏 你就瞧好吧 这东西 妹妹哪来的呀 臣妾命风女素眉连夜做的 妾妾喜欢吗 素眉何在 无必在 来人 给我把她的手指一根一根砍下去 妾妾你干什么 在宫里做这种奇巧营物 无误正业 我都 鬼妃饶命 妾妾再也不敢了 也罢 蓝贵人 那你就再弹个争吧 吃个消也行 我来个去 不死不休啊 这可咋种 嗯 蓝贵人 秦姐 秦姐 怎么 难道你想抗旨 老天呀 这关到底怎么过呀 放 随时重来吧 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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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皇上口谕 今晚宣 蓝贵人士请 哇塞 皇上救我了 也罢 蓝贵人 那你且去准备一下吧 太后 太后 好了 挨家乏了 都退下吧 嗯 嗯 第一次见皇上 穿什么衣服好呢 可惜 这个朝代他没有那种 嗯 嗯 羞死了 贵人 您的晚膳到了 嗯啊 不管了 先吃维京 等我吃饱了 去士气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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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嗯 我 是你啊 想士气 做梦 你敢 本宫 有什么不敢 嗯 我 啊 贵人 您的晚膳到了 我大意了 在这宫里吃个东西都得小心 行 钟贵妃 老娘就陪你好好玩玩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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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我坐脚来 再禀购太后 就说 蓝贵人 暴 毙 是 太后 蓝贵人她 都暴毙了 这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没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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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知道那饭菜有毒 当然没吃了 你怎么没死啊 你怎么吃饭菜里有毒 这 太后 都是蓝贵人做的局 他自己给自己饭菜下毒 又找人来火爆全切 定是 他同武座一起来污蔑全切 太后饶命啊太后 我呸 你个人先告状 够了 蓝贵人 污蔑贵妃可是死罪 神仙才是受害者好不好 男人 把武座泼下去掌了 咱贵人 赵批 啊 啊 又要一惊笑容啊 贵人您的晚上到了 你怎么那么天真 那太后跟贵妃是一伙的 上司包庇亲信 这么多年职场经验 你白混了你 好 已经死了七次了 必须得清醒一下 啊 啊 这 姐姐您来得正好 刚才 有着老鼠她偷吃沉洁的饭菜 结果 就中毒吐血 还打发饭菜逃走了 啊 老鼠中毒 还逃走了 嗯 对啊 你说 我们要不要扎住那只老鼠 让我把它花咽一下 对了 这些饭菜也可以花咽一下 这件事吧 就交给姐姐处理 你千万不要生章 以免和尚担心你 姐姐真好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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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蓝贵人来了 对 是 这就是暴君悬臣 挺随和的嘛 呸 呸 走 桌上的糕点 你可以随便吃 臣妾谢主龙恩 嗯 嗯 嗯 哎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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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你都看到了 啊 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啊 他是朕已故的发妻 但他是最准致 你 父皇 刺死了他 不许给人提起 那 陈坚 陈坚什么都没看到 你是不是觉得 你眉眼之间跟他有点像 嗯 没有没有没有 他是正心底的命 知道这个命里的人 得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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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还剩下一条命 糟了 怎么还偏偏重生到了这个点 你都看到了 我 你知道他是谁吗 嗯 嗯 这是危险警告 怎么办 嗯 只剩一条命了 嗯 这必死体该怎么办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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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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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行刺阵 这不会让你这么容易死去的 今要让你凌迟处死 一千二百六十刀 嗯 一刀一刀看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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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 宣晨 我也想你 晨 你为什么不叫我晨晨了 晨 晨 当初你往死 我抱寒至今 如今我是皇帝了 再也没有人 能阻止我们在一起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 等一下 你是公狗吗 一来就有那个 等一下 你我一阳两阁 不可再幸福气之事 可是我 我要回去了 你要保重好龙体 对了 差点忘了 那个慕容兰姑娘 跟我眉眼神似 性情温顺 你要好好待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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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神经 神经这是在哪啊 啊 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来人 挤三根谷 这是三根谷 这是三根谷 这是出大事 三根谷 三根谷 皇帝 半夜 鸡三根谷 到底有什么急事 朕有件大事要宣布 听纸吧 能让皇帝 鸡三根谷的 一定是天大的钥匙 说吧 臣妻贵 等皇上圣旨 听好了 圣 要夹封兰贵 走起来吧 然后呢 没有了 啊 就这 嗯 什么 就 只是夹封兰贵 怎么了 皇上 三根谷 乃后宫 风火台 若非大事 不可随意积之 臣妾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没想到 就只是夹封兰贵 皇帝竟然为了 一个小小的贵人 纠结三根谷 弄得后宫上下 不得爱你 身为皇帝 可以能如此行事 母后 朕就是要让后宫 上上下下都知道 朕要夹封了 原来三根谷 是这么隆重啊 糟了 我就想在后宫 低调点 保平安 狗皇帝 你这一搞 我又要被针对了 太后 其实臣妾 来 有朕在 不用在意别人的看 古有周幽王 点风火西诸侯 难道皇帝 也要做昏军吗 红颜过水 硕留此女 净会后国殃民 糟了 我就想做个小透明 怎么变成 后国殃民的奸妃了 来人哪 把这个狐媚妖妃 给我拖出去 来 果然危险了 皇帝 你这是诚心 要我死 我就剩一条命了呀 黄帝 你连挨家的话都不听了吗 午后 老祖宗说过 后宫不得干政 朕要加封一个肥子 乃是大事 午后也要干预吗 也罢 不就是加封一个小小的贵人吗 皇帝你说 要怎么加封 按组织 贵人上一位 是平位 皇上如此宠爱蓝妹妹 恐怕 不只是平位吧 简人 你少在那儿拱火 莫非 皇上想要加封蓝贵人 为贵妃 不行 我朝侧封妃嫔 都要按极晋升 顾容蓝只是一个贵人 怎么能一月就做贵妃 太后 皇上如此宠爱妹妹 想必 不只是会按极晋升吧 简人 你能不能闭嘴啊 皇上 若真宠爱蓝妹妹 可以先封平位 已在交阵 神经 小妹妹 平位 哪里配得上咱们老妹妹呀 皇上估计是想让他与咱们平起平坐 你要分为贵妃 谁说朕也奉蓝而为贵妃了 来人 宣旨 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贵人慕容氏 温慧秉心 柔家表度 允和母仪于天下 朕以策宝策 立为皇后 今此 皇后 皇后 让我做皇后 这下太后非多了我不可 皇帝你是尸心疯了吗 母后 有何不妥 这慕容来 非富非贵 非贤非德 凭什么做皇后 就凭朕 你喜欢她 太后饶命了 我真没想做皇后啊 兰儿 起来 别怕 朕乃天子 让谁做皇后都可以 皇上 臣妾就只想安安分分的 你就饶了我吧 不求什么 容华不贵 朕就知道 你不是凡俗之人 既然你不要容华不贵 朕就给你一片真心 我来个去 这恋爱的皇帝 他到底懂没懂我意思啊 太后 臣妾等进宫多年 也只是分为贵妃 没想到妹妹一进宫 就分为了皇后 这样姐妹们 以后怎么做人 不够贫责民 不换卦而换不全 太后 岂有此理 来人 不容蓝为货主上手 乱朝纲 给哀家拖出去 此刻仗废 又要依旧效忧了 谁来救救我呀 谁敢懂这的蓝儿 哀家是太后 撤宝在此皇帝不得阻拦 朕是天子与袭在此 谁敢造此 情无此理 你们个个都是木头人吗 哀家灭你们马上拿下木柔了 谁敢动兰儿 谁敢动兰儿 你此必同 太后这可怎么办 修皇 哀家自有办法 皇帝你可别忘了 先帝曾有余诏 皇上立后这种大事 除了哀家图意 还得让皇叔的意见 这个皇叔是谁呀 主 皇叔是咱皇上的亲叔叔 当年老皇帝还差点把皇位 招了他 那就是说 这个皇叔太有皇位继承权了 那是自然啊 万一皇叔大发雷霆 废了皇帝 那谁来保护我 太后他们一定把我碎尸万顿呀 来人 请皇叔 皇上别呀 皇上别呀 这个皇后我不当了 我不当皇后也没事 朕惊口欲言 即可搬回 那皇叔又是不同意 那朕就让他知道 不同意的下场 你疯了 那个是皇叔呀 若已经失去过一次致爱了 不能再失去 这狗皇帝虽然恋爱脑 但对一个女孩子这么真心 放在现代 绝对是极变好男人啊 太后 要是皇叔呀 那和不了皇上怎么办 不可能 先帝都要让皇叔几分 要是皇上失心疯 对皇叔的 那他就是大逆不道 这两个他也不敢 老臣参见皇上 参见太后 皇叔免礼 谢太后 太后 露夜昭晨前来 不知所为何事 是为了皇儿的 皇叔 更要立后 两位皇上 要立谁为后啊 就是真的男儿 皇叔 先帝说过 皇上立后这种大事 还要问问您老的意见 那您老 就随便说说就是 太后既如此说的话 那老臣 就你老卖老 随便说说了 你千万别搞事情了 我就剩一条命了 敢问皇上 为何要立慕容兰为后啊 真喜欢她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敢问太后 意下如何呀 安家的意思还用问吗 这个慕容兰不过是庶民之女 主公十日尚浅 求恩得与证 皇叔 来妹妹封个品位 已是至极 更何况皇后 方才说过 谁要敢动来了 不影响我手中的刀 胡闹 皇儿 你岂敢在皇叔面前放肆 放肆了又如何 先帝在时尚且敬重皇叔 你如此执意妄言 皇叔 还请您执行皇家家法 太后放心 老臣掌管宗室之事 即便是皇帝 如果余礼不合 皇臣自会遭急忠释 执行皇家家法 黄叔 我觉得 没有到执行皇家家法 那么严重吧 大胆 黄叔在与皇上和太后熟悉 闻得到你插嘴 我意思是说 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何必闹这么僵了 不年过节 那不还是得 一起在一个庄上吃喜吗 你说是不是呀 谁的东西 你的妖妃迷惑皇上 刚才皇上已经顶撞太后 莫非你还想让皇上顶撞皇叔不成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 黄叔你看看此等妖妇怎能为后 还请黄叔为天下安定照相 太后所言极为有理啊 来人把慕如兰给我拉下去 谁敢 皇儿 难道皇叔的话你也不听了吗 今日就算是天塌下来 先祭要立兰儿为后 皇上你好道的口气啊 皇叔是要试一试 劝手里的宝刀之同利 古皇帝 你别冲动啊 黄叔你这是什么意思 太后啊老臣倒是觉得皇上立兰购也为后 并无不妥啊 啥情况 皇叔是好人 皇叔 您老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并不反对皇上立后 多谢皇上 荒谬 皇帝立后乃国本大事 先帝有一诏 皇叔需谨慎 先帝说过吗 来人 先帝无诏 先帝一诏在此 耳等对听 先帝遗诏 朕身后 国本大事 皇叔需谨慎 你干嘛 进去私了 你没有遗诏 你疯了 那是遗诏 又不是测识 你死了 出人命了 皇叔 国本大事 你若不谨慎 那就是忤逆先帝旨意 你可想清楚了 这就没办法了 既然先帝 让陈在国本大事上谨慎 让陈只能奉命行事了 好 那就请皇叔 马上阻止皇帝立后 慕容兰 即刻让兵 皇叔 你若是敢动了 这就给你拼了 别说了 皇叔 其实我不做皇后 也没事了 不是 这全天下的女子 可都想当皇后 怎么 你不想 皇后有什么好的 我想没有了解 朗朗 你别怕 今日 朕定要与你白头相 皇上 你竟然为了一个女子 连道你不道都不怕吗 我可以试一试 皇上 我本大事 为臣自当谨慎 至于立后之事 皇上 你可以自己给我做主 皇叔 你开什么玩笑 什么开玩笑 太后 微臣倒是斗胆一问 皇后是什么 她是皇帝的正妻 一国之母 对 皇后乃皇帝之正妻 既如此 皇上娶媳妇 那是他的家事 你问我一个糟老头子干什么 我又不是他的阿玛 再说了 这天底下 哪有侄儿 娶侄儿媳妇 问亲叔叔的道理 你这是强词多理 好家伙 这皇叔真是老狐狸 皇叔 还是你对侄儿 好大侄儿 这么多年 你也没有娶正妻 你阿玛要是知道了 非得揍你不可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的 侄儿遵命 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来 陪公公 在 恭送皇叔 皇叔 您不能这样啊 皇叔 皇叔您没事吧 没事 翠公公 多谢你提前提醒 这个臭小子 真是准备连我都傻呀 皇叔 多亏您成全 成全 我这把老骨头 还想多活几年弄 就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吧 他乐意娶谁娶谁就 母亲 母亲 你才有什么好说的 陪公 哎哀家就是不准 你敢怎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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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对哀家不敬 朱尔城 什么 太后 你没事吧 你个贱神 你竟敢让皇帝杀哀家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乱说呀 母后 你今日 要是再对狼儿无意 朕就要大逆不道了 哎 你们快去劝劝皇上呀 不然又闹大了 这这谁劝得住呀 那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皇上 杀太后吧 那可是她的母上大人呢 妹妹有所不知 太后 只是皇上嫡母 啥意思 皇上 不是太后亲生的 这样啊 难怪 那皇上要是杀太后 好像也不会天打雷皮啊 qu frick 我瞎说的 哈哈哈 你快劝劝皇上呀 什么劝呢 不如 反其道而行之了 哦 皇上 你要捅就赶紧捅吧 你捅完了咱们不就失去 啊 你竟敢苏恿皇帝对付哀家 你竟敢苏恿皇帝对付哀家 太后 皇上毕竟不是你老亲生了 阿年范子不着怎么生气 你竟敢这么跟哀家说话 反了你了 龙岸太后要什么事 皇上就是冒天下之大不为 群尘若群起公之 这罪责你冲难得了吗 其实吧 皇上如果今天一刀捅了你 好像也没事 你说什么 太后息怒 我其实是比你好呀 少来 哀家就算死 也不会让你奸计得逞 真不怕死呀 我想想 历史上有啥太后和皇帝不合的典故吗 有了 狸猫换太子 太后你来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个故事听听 来来来 就是说呀 这从前皇后嫉妒虫妃 她就在虫妃的饭菜里下毒 然后虫妃吃了之后 这什么故事 我言乱语 我没说完呢 这个皇后呢 她没有生完 她就领养这个宠妃的孩子 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呀 成了皇帝 她知道了生母的事情 马上翻脸 把太后给抓起来 还有自卑灵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打个比方啊 如果说皇上杀了太后 再告诉群臣 是太后杀了她的生命 是太后杀了她的生命 你一口味也可以讲 你就是打个比方 这样一顿骚操作下来 皇上杀你 皇上也会不会吗 太后 你不是白死 别说了别说了 皇帝 挨家准了 太后 闭嘴 闹腾了大半天 挨家也罚了 买家回宫吧 她怎么回事 姐姐 别问了 这是太后的臣民救世 松松 兰儿 你跟母后说了什么 她怎么就同意了 我就笑笑了 她怕死了 我就是想保命而已 行 既然母后同意了 那朕再给你一惊喜 来人 宣旨 你又想干嘛 什么惊喜 别是惊吓吧 这 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啊 赵公公 吴才在 朕不是下了旨 让群臣百官 四方来使 全部来参加朕的婚礼 朕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 回皇上的话 接入五号 他们都让家扑来传话 都说偶感风寒 故意出席 朕大婚 他们一个个偶感风寒 跟朕作对手 来人呐 你干嘛 传朕旨意 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我抓过来 按头之息 如若不来 就地蒸发 一灭三宗 慢着慢着 你干什么呀 你把他们都杀了 那以后 谁给你打工了 打工 嗯 我是说 他们是大臣嘛 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处理炒政 又不是吃鞋 你干嘛逼他们呀 他们跟朕过不去 所以你就要他们的脑袋 反正别动不动就杀人的 他们不来 那还有别人呢 对 崔公公 这后宫嫔妃 怎么也没一个到的 皇上 太后说今日身体爆样 妃嫔们都去市集了 谁有此理 那好了 别送气了 这大喜的日子 你就少得罪些人吧 万二 真是委屈你了 不委屈 不就是吃鞋嘛 哎 干啥 崔公公 您在 前朝和后宫都病了 太监和宫女们都还在吧 啊 这下肯真了 还是太后高明 一句话就没人敢去吃鞋 哀家准了又如何 一个人都没得大婚 还不羞死那个慕容吧 彩虹 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什么事啊 皇上的大婚宴席 闹大了 快说 皇上是不是大发雷亭了 皇上是不是责怪群臣了 他有没有当朝发落几个 比如说抄了谁的家 砍了谁的头 这 皇上 有没有发落没趣的妃子 有没有刺水白铃 奴子 奴子不敢说 哎 怕什么 尽管说 太后 皇上这次估计得罪了不少 恐怕 哀家倒希望皇帝这次索性把事情闹大了 最好前朝也乱得套 这样大臣们还恨在心 我看他呀 如何收场 就是 后宫中还有那么多妃子 都是皇亲贵族的女孩 这要是被发落了 那些公亲王爷 不得去找皇上闹起来 就是要让他们闹 而且闹得越大越好 这到头来呀 还得要哀家出面才能收场 是啊 皇上哪能离得了太后 到时候又要辛苦挨家这把老骨头了 太后 其实不是 哎 你今儿是怎么了 说话团团团团的 皇上他没有发落群臣 也没发落后妃 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闹大了吗 奴才是说 皇上这大喜热闹大了 什么热闹大了 前朝后宫都没人去 谁能让这宴席热闹 皇上下旨了 让后宫所有的宫女太监 都进宫里去一起吃喜 哈 皇上还说了 让宫女太监的亲戚好友都一起来 好家伙 这七大姑八大姨的 一下子就做了好几百桌 天有此理 庶民岂可进宫吃喜 皇上说了 这是普天同姓 与民同乐 这全都疯了 这如今啊 和宫上下都念着皇后娘娘的好呢 皇后 我呸 太后 我们快想想办法呀 哀家早有准备 把这幅画送到静氏房去 然后告诉石国柱 好了 退下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哟 娘娘 您醒啦 皇上呢 皇上上早朝去了 晨起时 娘娘身下压着皇上的半截袖子 皇上怕吵醒娘娘 就割断了袖子 哇塞 断袖啊 噗 娘娘 皇上对您是真没得说 这个皇帝虽然有点封批 但是 真的很有难有力 哎 起床起床 有早餐吃吗 皇上都让奴才准备好了 我的天哪 这是自助早餐啊 皇上说了 也不知道娘娘爱吃点什么 就都准备一点 还有很多没送过来呢 还有很多 嗯 早餐 待会奴才们伺候您更衣 难怪女人们 都发疯似的要进宫当娘娘 做皇帝的女人 真的太幸福了 唉 这下半辈子 算是吃喝不成了 我是能小命 总算是保住用来享福了 皇后娘娘 皇上请您又晚早膳 就前往御书房试驾 做了 这么做 不管该浪费了 打包点给贤臣送过去 唉 娘娘呢 哦 娘娘给皇上送打扇去了 哎呀呀不能去也不能去呀 快去把娘娘追回来快去 皇上 南蛮人来自汹汹 恐怕 是要夺我江山 亲我国土 为禁之计 只能是先干死南蛮人 不可妄斗 皇上不知道 这堂堂大宣抄 怕这南蛮人 他要打那便打 大不了 朕欲驾亲征 可是 如今国内兵力财力不足 一旦开战 恐怕凶多吉少啊 那你说 该怎么办 微臣之际 不如提议和亲 送一女子过去 方可避免暂时 老臣也觉得 此际可行 送一句跟你 您就能解决 这么简单的事情 怎么不早说 只是 对于女子 该选何人 还请皇上定国 若是随意送一女子 南蛮人若是不满意 恐怕 还是会开战 那你觉得 应该送谁呢 老臣听闻 南蛮王 怀念已故王妃 虽已娶了新人 但 若是我们能送一个 和已故王妃 长了相的女子 想必南蛮肯定 写出我们 你们俩 见过南蛮王妃吗 微臣 没有见过 但听闻 早年 南蛮王入朝 先帝曾找回他们做过那幅画像 就在静世宝库里 你去把画像 是 这彩虎的妙气 果然高明啊 不知道皇上看到画子后 会不会气到吐血呀 皇上 皇上 吃早饭了 这女子 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啊 皇上 你在开会啊 来 到这里 皇上 你先忙我就不打热了 皇上 这 这也太腻歪了吧 腻歪 这 大庭广众的 不太好吧 昨晚都东方花烛了 怎么 害羞了 皇上 你还是先忙 我先去 哎 就坐这 皇上 你开会 我在这 不合适啊 你是皇后 怕什么 有什么不合适的 皇上 南蛮人扬言开诈 此事事关尽急 还请国事为重 皇后在此 朋友不妥吧 有何不妥 臣等还请皇上三思 切莫改了主治 我朝 还没有聘机司臣的先例 后宫 不得干政 正说可以就可以 糟了 又报警了 聘机司臣 我不想做武则天 也不想做慈禧啊 够晃天 你就让我安心做个小偷鸣不行吗 非要这样做死我 非非 你怎么在发抖 臣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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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个葡萄吧 臣妾不想吃 皇上 你还是去 那吃个苹果呢 臣妾也不想吃 那你说 你喜欢吃什么 随便说 你喜欢吃什么嘛 臣妾喜欢吃荔枝 荔枝 这是何物啊 欺骗皇上 荔枝买一袋的水果 京城市买不到的 那还不快拙人送来 皇后要吃 荔枝运送至时 千里迢迢 臣妾 荔枝的保鲜期只有三天 糟了 我忘了这是古代 荔枝不好搞啊 那就让人轴快嘛 三日之内必须送到 你记红尘非子孝 别搞事情啊 狗皇帝 几个下旨 让慕容大人着手此事 慕容大人 就是你的唐兄慕容国中 朕已经封他为国舅爷了 这下死俏俏了 又是荔枝又是国中 我要翻版杨贵妃了 此乃国难当头 皇后却以一己之事 劳民伤财 不不不不 臣妾不想吃荔枝 皇上你还是想 朕宠爱自己的皇后 轮得到什么指指点点 救命啊 我不想做红颜红水 我不想去马为夷刺挂冬南枝啊 皇上画去 这画上的女人怎么长得跟我这么像啊 这就对了 老陈就说了 皇后娘娘看着眼熟 原来是和南南王一个王妃 长得颇为相似啊 你想怎么样 皇上 这已经很明确了 只要有娘娘一个人 便可以退敌百万 为何不为之 你说什么 别生动别生动 老大人 你这说的啥意思啊 楠儿 你别听他们胡说 真是绝对不会让你去和亲的 和亲 皇后娘娘 如今南蛮人陈兵百万 要侵吞我朝 若是开打 凶肌难测啊 南蛮王一直想念他已故的王妃 而我们的皇后娘娘 与那王妃长得十分相似 皇后娘娘 不如自我牺牲一下 为百姓着想 亲自去南蛮和亲 平息乱世 不是 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来个去 刚做了杨贵妃 现在又要我做王昭君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然而你放心 朕绝对不会让你去和亲的 就算是国破家王 朕也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 皇上 如今之际 和亲乃是上上之策 万不可因一人而非大事啊 小赤 用自己的女人去和亲吗 皇上 你贵为天子 什么样的女人 你得不到啊 为了一个女子 荒废国家大事 此女子真是红颜祸首 祸国殃民 简直就是 打击在世 猫是重生啊 你这老邓 竟然说我是打击 来人哪 给我把这老东西 拖下去看看 嗯 住手 我叫叫了 这老妖婆一来 还有谁能救我呀 太后 皇上为了皇后 要杀当朝丞相 皇后 你竟然怂恿皇上 杀害大臣 我没有 你别乱说呀 皇帝 你是失心疯了吗 杜丞相可是三朝老臣 就这样被你杀了 难道你就不怕文武大臣 口诛笔伐吗 是他以下班上 太后 如今情势未急 还请太后 助臣大局 什么情势未急 简直慰言耸兵 太后 老臣今日和杜丞相前来 就是为了汇报 南蛮人已经起兵 若再不出兵 只怕要打到全城来了 太后 这可怎么办呀 大不了 这愈驾行争 皇帝 你未免想的也太天真了 哀家刚才一路过来 士兵们已经知道了 只要送皇后去和亲 便可平息战事 他们怎么知道的 一定是他们暗算我 士兵们都说 如果一人能够平息战事 他们何必去送死呢 是啊 现如今士兵们的 厌战情绪很高 皇帝 那就办吧 皇上 臣妾 是不是没救了 皇后 牺牲你一人 拯救我大玄朝 皇后你也是光荣伟大呀 是啊 只是让你去和亲 又没让你送死 和亲 那南蛮 是不是很远很野蛮呀 听说啊 他们都是蛮蚁 一年只洗一次澡 老南蛮王死了 王妃就要嫁给下一任南蛮王 皇上 楠儿 你放心 朕绝不让你去和亲 太感动了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皇帝 你可要想清楚了 朕想清楚了 楠儿 朕绝不让你收拾 天呐 这皇帝对我太好了 来人 赐皇后多久 什么 这是你自己选的 不是 你刚不是还说不让人欺负我吗 你现在怎么就要 赐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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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 没办法保护好你 你放心 你死后 朕一定来陪你 你这是 直接就摆了不干了 一死了之 那还能怎么办 总不能等敌人 打进来生擒你吧 那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吗 你怎么那么着急啊 真是的 这皇帝脑子有问题吧 动不动就杀人 还动不动想自杀 情况还没那么糟 当真 目准备赐赐赐赐赐 不仁为赐赐赐赐赐 你静静点好不好 敌人还没打进来 你先自尽 还要我陪你提死 我费多大的劲才绑住了小命 你知道吗 你 动不动就寻死み活的 真受不了你 终不 д lists 皇后还有时间 咋绝 wyp乎的 三四 什么缚交 限 元 南蛮王嘛 出了和亲人打仗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看来皇后已经有妙计可以退 不妨说出来 让咱们也听听 怎么办呀 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不响了 难道破局就在南蛮王身上 脚踩他脸 对了 皇上 臣妾想问石将军几句话 你问他 石将军我问你 那个南蛮王猜怎么样 南蛮王年过六十 秦宝不扬 但威武烦 皇后你问这个干什么 难不成这么着急就想嫁过去和亲吗 太后 我已经有夫君了 我不能去和亲了 倒是您老守寡这么多年 年纪又差不多 要不我 许和亲 放肆 开个玩笑 说正事啊 石将军 那个南蛮王他有王妃吗 王妃一人 没有妾室 那个王妃他人怎么样 说到这个南蛮王妃 是天下皆知的木老虎 何东狮可该吃醋了 何东狮 这就对了 皇上 臣妾有办法可以退南蛮兵 皇后看这能卖 那 当真有办法 可千万不要勉强 皇后娘娘 你是想找南蛮王妃 说理去吗 那可不行 说不定南蛮王看到你 直接就抢流了呢 我才没那么蠢呢 杰公公 我们入宫时那些选秀秀女的画像还在吗 在呢 那些秀秀女的画像都存着呢 杰公公 你去把那些画像再加上一箱珠宝首饰 一起去送给那个南蛮王妃 悄悄的 是 只不过拿些首饰 我房间里多的是 你就拿下去就好了 妈 这首饰都是我送给你的 现在是国难当头 我作为皇后 应该有个表率呀 皇后 一箱珠宝加一箱画像就能退离 这皇后未免也太天真了些了 那就试试看喽 杰公公 赶紧去吧 龙才遵旨 太后 都已经过了那么久 南蛮人好像还没退兵 咱们女人呢 就老老实实待在后宫少干政 这免得向某些人竟是笑话 皇上 如果南蛮人真的不退兵 臣妾可舍不得你遇驾亲征吗 皇帝就算现在想遇驾亲征也难呀 待免那么多人在闹兵丁 你 太后 你就这么想皇上的江山倒台啊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胡说八道琴呢 皇上没了 南蛮兵来了 你以为你就真的能保命了 我看你虽然年纪有点大了 但是风姿绰越 也许南蛮王真的看上你哦 你 好 启禀皇上 南蛮人 南蛮人 退兵了 什么 怎么可能 什么 怎么可能 一厢珠宝和画像 难道人就退兵了 千真万确 此事已在京城传开 将士们都说 皇后娘娘好忌谱 哈哈哈 好 那现在 可还有人逼宫啊 都已安抚好 杜舍下重谋几十年没有办到的事情 皇后娘娘办到了 将士们都愿臣服于皇上和皇后娘娘 神奇妙算 老臣 至算不如 从今以后 愿听皇上皇后娘娘要钱 这次 多亏了 皇上 你都累了一天了 还是那么生冷和虎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一箱珠宝和画卷就能让他们退兵的 这个呀 是我们老师曾经说过的 就是说呀 曾经有个皇帝叫刘邦 他被匈奴人给团团围住了 眼看就要嗝屁的时候 毛氏陈平就送了一幅美人图给那个匈奴大王的老婆 说呀 这是我们皇上的美人 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啊 那个匈奴大王的老婆 一看到那幅美人图就醋坛子爆发 他心里在想 我家大王要是击败了刘邦 那岂不是要活住这个小妖精 那我的后宫又多了个狐狸精 不行不行不行 就这样 他就疯狂地吹整面风 然后 匈奴大王就退兵了 妙啊 利用女人的妒忌心 女人最懂女人嘛 不过蓝安你放心 郑呢 就算看过再多的美人图也不会动心 因为郑的心里 只有你 郑上你又来 郑上我在这呢 来 猫一天 哈哈哈 紧紧地看着你的脸 告诉你未来 每一天 都会像今天这么甜 天上月老的 牵过的 缠绕你的线 仿佛等待了 一万年 怎么看你也看不厌 皇后 皇后 这怎么一页一的都是皇后 太后息怒 岂有此理 皇上这一个月都去了皇后那 阿家不是让你把皇后的绿头牌都撤了吗 奴太照办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皇上这一个月压根就没翻牌呢 皇上没完就直接去皇后宫里了 废 快出去 这皇上怎么对慕容兰这么上心 大概是这个贱人的眉眼 长得像一个故人吧 太后是说皇上曾经的旧情人 不仅如此 他知道的好像还挺多 那日他突然跟哀家说什么 皇后毒害宠妃 难道他知道了当年 闭嘴 来日方长 哀家就不信皇帝能护他一辈子 皇上驾到 臣妾参见皇上 皇后免礼 今日给朕准备了什么惊喜了 皇上 你跟我来 这 这 这 真是何物啊 你别问 你快尝尝 嗯 好吃 这个呀 是我用天山运来的冰块 再加上新鲜的牛奶做的 好吃吧 果真好吃 朕从未吃过 好好 果然独具将写 嘿嘿 果然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得先抓住他的胃 朕要问你一件事 啊 你为何 对朕这么好啊 嗯 皇上是臣妾的夫君嘛 当然要对你好了 呵呵呵 只有你能保住我的命 必须得对你好啊 还是朕的蓝岸好啊 皇上 你要答应臣妾 如果有人要欺负我的话 你要保护我 怎么会 有朕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朕会保护你一辈子 哦耶 终于拿到棉死牌了 这条命算是稳了 对了 朕还有一事要与你说 什么事啊 朕要离开宫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后宫大使 不知道你总是 啊 你要走啊 朕要去地方视察民政啊 那你要走多久啊 不久 那还好 你要三个月 什么 三个月 什么 三个月 三个月 按照这后宫的尿性 太后和贵妃 能搞死我一百回了 不行 皇上 你带臣妾一起走吧 男儿不许胡闹 朕不在宫中这后宫大使 有太后啊 还有贵妃呢 她们岂能主持后宫大使 你是朕清风的皇后 手握皇后宝册 那自然是要敬皇后的皇子 果然 职位越大 压力越大 那 若是他们对我不利的话 那该怎么办 谁敢 朕乃天子 谁敢忤逆朕 朕就要他的命 那他们 要是先弄死我 然后 再先找后宫呢 男儿 朕知道你不容易 但你是朕的发妻 你也要明白 这后宫啊 它不是风不浪金之地 朕保护你 你也得学会自保 再说了 这也不可能 这护你时时刻刻 刚才还说护一辈子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好吧 但是 你要留个人给我 谁 你把去公公留给我 这奴才贪财势力 你怎么会选他 他小毛病是不少 但是 他能在后宫混到这种地位 他肯定是有本事的 职场上有句话叫做 不管人品如何 先看能力 你在说什么呢 你别管了 你答应我就行了 好 真准了 朗儿 真不在宫里的这段时间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早去早回 好了 走了 恭送皇上 皇后娘娘 接下来的日子 臣妾一定会好好陪你晚上 哎呦 崔公公 托你帮我办件事 娘娘您吩咐 你帮我找出三个最擅长 擅食 药理 服饰的三个工女 来做我的贴身试壁 奴才这就去办 奴婢 奴婢 相勤 扣见娘娘 嗯 你有何常处呀 奴婢擅长膳食 无论什么样的菜系 都会做 非常好 那你呢 奴婢主义 擅长剪裁刺刺绣 无论什么样式的衣裳 奴婢都能剪裁缝补 可以可以 奴婢子俗 自由学习医术 扑通药理 非常好 崔公公 你辛苦了 你下去休息吧 你们三个来伺候本宫 是 嗯 以后啊 本宫的命 可都在你们三个手里了 啊 人家说的哪里话 你已经几万千处来于一身 谁还给了娘娘的命啊 是 皇上专处娘娘 这是人尽皆知的 这问题呀 她就出现在这 来 本宫教你们一个道理啊 这女人要想自保 她千万不能靠男人 这有时候啊 男人能靠得住 但大部分的时候 靠不住 嗯 娘娘说的好有道理啊 但是娘娘 你身边还有崔公公那种人 她能靠得住吗 是啊 宫里人尽皆知 崔公公最是势力小人 嗨 职场 只有绝对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熙熙攘攘历来历往的 我已经给她涨了三倍工资了 反正 只要咱们有用得到她的时候啊 那就行了 娘娘 又有人知道果然神妙 奴婢即快不已 娘娘 太后让您过去一趟 娘娘 太后可是对您最不利的 您可要小心啊 来 本宫再教你们最后一个道理啊 这要想不备找茬 首先就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亦不变又万变 等了吧 啊对了 去工作 太后找我啥事啊 好像是和一个宫女怀孕一事有关 啥 谁怀孕了 参见太后 不知太后召唤臣妾所为何事啊 找皇后来自然是有钥匙 钟贵妃你来说吧 是 皇后娘娘 这位是本宫的宫女宋氏 数月前曾蒙皇上灵性 近来她天魁有意 她一准断 说她已是梦雄有赵 啊 梦雄有赵 你为你雄 还是太底雄啊 娘娘 梦雄有赵 是只有孕了 嗯嗯 恭喜恭喜啊 这宫男人 老处留情 宫女都不放 呸 宋氏有孕 哀家要册封她为贵人 谢太后 皇后 按照宫中规矩 皇后要照看好怀孕的妃嫔 那 自今日起 宋贵人就住在米那里吧 嗯 有照规矩吗 真的有 一代都是如此 嗯 太后 臣妾没生过孩子 当不好月嫂的 什么 月嫂 就是我们家乡把照顾产妇的女人 统称为月嫂 这没学过就学呗 你是中宫皇后 要懂得表帅啊 这何况以后 你自己也是要生育的 危险警报 懂了 太后故意把一个孕妇放在我这里 万一她有个闪失 就往我身上泼脏水 玩得溜呀 哎呦 太后 臣妾觉得不妥 怎么 难道你想违背宫中规矩 要是直接拒绝 那肯定又马上要我以敬效尤 我哪敢呀 臣妾是觉得呀 送个人住我那儿太挤了 小公公 你把片脸收拾出来 送个人住 是 任务旁的是 臣妾先告退啦 下去吧 扰妖婆 狗皇帝刚走你就成心有命 下官柳随云叩见皇后娘娘 是柳大爷 快起来快起来 皇后娘娘 你没事吧 我呢 没 没事 你这脸你这是 任务旁定 下官歇行告退了 慢着 这个呀 是我家紫苏 下官不改 这是我家紫苏配置的药膏 很灵的 下官只是个情师 和了皇后娘娘亲自商药啊 情师怎么了 情师也是人啊 真是其有此理 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在这宫中 下官不过只是个玩物 哎呀 你怎么能这么倾鉴自己呢 你是人 你是男人 你是有尊严的 无论是谁 都不能倾鉴于你 这才是你做人的意义 你放心 谁要是再敢欺负你 你就告诉本公 本公定不饶他 下官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些 哎 你这是干嘛呀 皇后娘娘的恩德 下官莫齿难忘 他人若皇后娘娘有威奈 下官定万死不辞 把皇后娘娘安康 可怜啊 年纪轻轻 竟受死折磨 到底是谁把他打成那样 六大人名为行事 实则是 哦 太后还有这爱好呢 我们还是快去回去吧 宋贵人马上就过来了 还有宋贵人那个麻烦情人 哎呀烦死了一天天的 宋贵人 我这事真多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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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妹们不想干了 啊 娘娘 娘娘 狗妹们不想干了 怎么了 这一个人都熬了几个兔宵似的 一熬兔宵 还累 啥兔宵 对了 偏店的宋贵人怎么样了 娘娘 那不是宋贵人 那就是个祖宗 是啊 他都快把我们折腾的要暴毙了 啊 累死了我要出地走走 贵人你刚服了药 一天多休息 贵人你中午吃了那么多 怎么还吃啊 我饿呀 孕夫小都吃东西 你懂不懂呀 贵人这里面还有桃花粉 吃多了不好啊 把死了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快快啊 不止这些 太后好珍贵妃还要经常过来串门 做些吃的用的 我闭门还要一遍遍审核 这不是平白增加工作量吗 娘娘 要不求太后把宋贵人孙回去吧 天真 太后就是用她来恶心咱们娘娘的 只要宋贵人服装胎儿不保 一切倦子都在我们娘娘身上 我们米娅也是米娅 娘娘 心有此理啊 娘娘 太后我们都对不起 鲁宾们人命就是啊 别急 她有神功 我有科学 就让她见识一下 科学的利物 待会把夏里要的糕点给她吃 再在地上撒点华石粉 是 等她小铲了我们就走 再把罪责都推给慕容兰那个贱人身上 我看她怎么交代 送贵人进来可好 给贵妃请安 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 皇后说 这是孕妇装 你现在好歹也是贵人了 要有点贵人的样子 穿成这样 成合体的 本宫送给你的那些衣服呢 娘娘送的那些衣服 太累人了 臣妾觉得 这衣服挺好的 至少 穿着是很透气的 也罢 我这次来呢 是为了给你送点点心 快 给孙姑娘承受 臣妾不饿 多少吃点吧 啊 臣妾不饿 想先去睡会儿 娘娘请便吧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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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们是没看到 那钟贵妃自己踩上去 摔出内熊呀 她怎么也没想到 娘娘早就一盼了她的一盼 娘娘高明 让我每日给送贵人吃花菜 吐得这些果腹感强的菜式 现在她每天冲着吃饭 啥都不想吃 娘娘给设计的孕妇防花鞋 真是绝了 花石粉都摔不倒她 最厉害的 还是娘娘预判到了 中国间会来搅局 我给送贵人的 安排药里面加了几味药 送贵人喝了 整天都困成小夜吗 根本就没时间搭理别人 反正啊 这回 你们每个人的功劳是最大 那就奖励你们每个人 一百两 谢谢姐皇后娘娘 怎么又杀了 一定是太后又在琢磨 怎么害我了 情有此理 都几个月了 如此天衣无风 还怎么嫁我给她 必须在皇帝回来之前 嫁我给皇后 你去礼部把顾大人找来 设个局 让慕容兰逃无可逃 谁 这宫里的人嘴都严实点 走落了丰盛 是 参见太后 哀家今日召你们前来 是有一事要辛劳你们 哼 让我禀退下人独自前来 老妖婆肯定没安好心 各位娘娘小主 近来太后抱恙 需要宫内 碎有福气的四位娘娘 为太后献上福袋 以保太后安康 原来如此 本宫这就回去多做几个福袋 皇后娘娘莫及 福袋已经做好 只需要四位娘娘将福袋挂到太后寝殿里 为太后祈福即可 那就有劳各位把这福袋放到哀家寝殿里吧 臣妾自当效力 嗯等等 寝殿是太后的四十房间 我们进去不太方便吧 皇后进个寝殿而已 不用那么简单 是啊 哀家都不介意皇后介意什么 莫不是不想为哀家祈福 这寝殿里一定有毛你 可如今身边没人 进去也不行啊 算了 走一步算一步 臣妾自当效力 这场景感觉好像在哪部宫斗剧里看到了 也是挂妇带 妹妹 王后 你可敢发誓 从未想过陷害臣妾腹中孩儿 你疯了 老公为何跟你 啊 啊 啊 嗯 别哭思蓝想 啊 糟了 只剩下我俩了 我来帮你 谢皇后娘娘 哎 谢谢皇后娘娘 没事 你干什么 皇后娘娘 臣妾知道 有人要陷害臣妾附中海 皇后娘娘 您一定要护我周全呀 这是自然 你先把手松开 快松手啊 不然我怕待会儿使出 荒荒之力把你推开 娘娘 这情面只有咱们两个人 我怎么有点害怕呀 你别瞎想 咱们给你出去吧 对 你娘娘说的对 我就说 这儿有危险吧 我说 你这开个光的嘴 能不能闭什么你 你是谁呀 你想干嘛 娘娘 娘娘 我要去吧 装使我知道你的目标是肚子对吧 找废话 哎等等等等 装使啊 临死之前呢 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你 快快快 大四个月快跑 快跑快跑 快跑 快快快 你想救人是吧 那我先杀了你 糟了 只想着不被嫁祸 结果自己的命要打上了 慢着 干嘛 刘大人 刘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死人了 太后 放在陈建与宋桂仁在这店内 被这黑衣人袭击了 没错 没错 是这样的 你说这黑衣人袭击你 那你怎么没有死 死的是他 哎 你难道不应该先关心关心 这黑衣人 怎么在太后宫里吗 空有 挨家店内 怎会有黑衣人 就是 没准 这人是你带进来的 你闭嘴吧你 这人 好像是 钟贵妃宫里的吧 好像是 只是长得像而已 钟贵妃 你怎么解释 你宫里的人 出现在太后宫里 还要袭击 本宫与宋桂仁 我怎么知道 这狗奴才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啊 你刚才不是说好像是吗 现在怎么这么快就承认了 是你宫里的狗奴才 我 柳隋云 你为何在此啊 就是 皇后 你怎么会柳隋云单独在此 莫非 住口 柳大人刚刚救了本宫 要不是柳大人 本宫早就死于非命了 柳隋云只是一个寻师 为什么要救你 啊 莫非是你俩在此优惠 然后被黑衣人发现 杀人灭口了 你还真能颠倒黑白呀你 皇后 你和柳隋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此事必须要交代清楚 否则皇帝回来 下官为何在此 太后应该知道 我说什么呀 太后这般宠爱下官 下官出现在您的寝宫 是情理之中的事啊 原来柳大人是太后的 哎 太后何等高贵呀 怎会行 你 你竟然敢做太后无礼 六孙音只是一个奴才 太后求而与他有苟且之事 原来太后和柳大人有苟且之事呀 你闭嘴 卢才死罪 卢才死罪 你个吃里扒外的 你到底不谁说话呢你 卢才有罪 请太后治罪 我想哀家饶了你 除非你说实话 哀家的意思你懂吧 啊 那好 哀家问你 刚才 你是不是看到皇后和这个黑衣人 在此行不轨之事 喂 你怎么又把话题冲我身上了 就是 刚刚只有皇后娘娘一个人在这 哦不 还有黑衣人 还有柳大人 皇后娘娘 你挺会玩啊 下官只看见 黑衣人要袭击皇后 下官不忍心 皇后受伤 所以就出手相救 不小心 杀了他 听见没 柳大人说的这才是实话实说 你这可吃里扒外的 来人哪 把哀家的鞭子拿来 竟然在哀家的宫里杀人 看今天哀家不躺 别喝嘛 站住 太后 柳大人今日救了本宫一命 还请太后 手下留情 哀家教训一个奴才 皇后最后上官 皇后如此帮一个奴才 莫非 皇后与这个奴才 还真的 啊 你 你敢打我 你 本宫乃正宫皇后 你一个妃器 敢污蔑本宫 本宫就敢打你 他 你再敢污蔑 本宫就行使皇后去 致女为以下犯上之罪 即刻涨毙 用太后的话就是 你 你 孝 呦 皇后 与柳岁云单独出现在哀家寝宫 此事的确百可莫变 既如此 孟宫 天天就不能让柳岁云在太后的边下 皇后娘娘何必为了一个奴才顶装太后啊 无论如何 今天你们谁也别想动柳岁云 皇后 难道你还想包庇柳岁云吗 臣妾不敢 我 柳岁云出现在太后寝宫 的床下 此事啊 太蹊跷 等宫要带她回去 好好的审问审问 哀家自会审问 不劳皇后 怎能劳烦太后呀 皇上离空前说了 后宫是以一切交由臣妾通关 所以不必太后藏心了 还好皇后如此在乎柳岁云 咱们有好戏 不管啊 你再次给爱家找一个啊 秦师不能比那个柳岁云差 快去呀 全切尊致 好了别救了 我知道危险 那我不能不救柳岁云 你快点来个火候你慢点 哎呦我的皇后娘娘啊 您怎么把柳大人 寄到咱们宫里来了 怎么 这件事我都不能自己做主啊 柳大人之前可是太后身边的人 你这么做 怕是明摆着跟太后对着干 哎呀 这太后她想我死 她不是一天两天了 既如此 那咱没必要去讨好她 再说了 这性格不合 别强行不合 咱们呀 别只要用善良去感化她 哎呦我的皇后娘娘啊 你还有心思说笑 我们才刚才打定到 皇上快要回宫了 什么 这事可不敢让皇上看见 只怕会是吃醋 这我倒是没想到 糟了 那个狗皇帝是恋爱的 肯定也是醋坛子 他要是看到我和柳岁云 一定撕烂我 海山柳大人赶紧回去吧 可不敢让皇上看到啊 皇后娘娘 下官感恩 还请皇后娘娘不要为难自己 放我回去吧 哎呀你快起来 你救了我一命 我怎么能让你在那继续受苦呢 哦对了你今日怎会在那啊 我当时撞见太后和钟贵妃 密谋要害您 我当时就躲在那等候 多亏有你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把衣服脱了让我看看 使不得使不得 怕啥啊你快点 皇上要是回来看到 咱们都得碎尸万段 如果狗皇帝回来 看到这一幕 义父 请敢臂致正遭肩黏 花上你听我解释啊 吕死 呃 哎呃太可怕了 等等就算不被皇帝发现 这柳隋云的底细还不明了 万一他是 确实我是太后派过来的落地 啊你中计了 回头我就告诉皇上 你和我思通 哈哈哈 哎更可怕了 不行 不能换了我的清白名声 把他交给崔公公 娘娘 从今以后 我就是您的贴身太监啊 娘娘娘 呃太恶心了 帅哥做太监 傲人天赋 要不把他送回老家 他长那么帅 老家在哪呢 我是波斯明教的圣伙使者 特地来接你去总坛 做圣女的 请随我来吧 嗯 先别想想了 哎呦 皇后娘娘就不好了 皇上回来了 什么 咋办咋办 这狗皇帝看到这一幕 这一定会杀了我的 什么 我刘大人 你快你先进屋去躲躲 刘大人 我不是您点吧 我哄了 来不及了 豁出去了 刘大人 一会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啊 崔公公你快 先去迎接皇上 是 皇后也太不知廉耻了 皇上才离开几日 竟然与一个秦师私偷 皇帝 待会你自己看就是了 这个女人水性洋花 当初我就告诉过你 她不是个好东西 皇上 你待会看到一定要息怒 千万别把龙体骑坏 无需多业 奴才参见皇上 皇后人呢 皇后娘娘她她在里面 在里面 那咱们直接进去吧 皇后娘娘说 现在不便打扰 不便打扰 哎呦皇后在里面做什么大事 那能干什么大事啊 咱们直接进去 你看就进了 起开没听见吗 皇上见皇上 皇后在里面 回皇上的话在里面 除了皇后 还有谁在里面呀 还有 还有柳琴师 皇爹 这回你信了吧 大白天的关这门 皇后和柳琴师 在里面做什么呢 这孤男寡女的 还能做什么呀 哎呀 这种事我看 如果要是传出去的话 皇上的颜面 往哪喝呢 要不 我们还是别进去了 啊 是啊皇爹 要不然 咱就当不知道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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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这这 太后 他们这是干什么呢 这分明是污污之数 在宫中行此事 那是大命不道 娘娘这是玩的哪一出啊 该不会是知道要死了 索性死前跟柳琴师干拆烈火 哎你闭嘴 不对 你能阻止多门 会坐以待毙的 主约你看 那个衣服是不是很眼熟 对啊 这好像是 啊我懂了 呼吸是灵魂 专注是智慧 深呼吸 你这是干什么呢 身体的柔软 来自于内心的宁静 舒展 这是俩人拜天定啊 这俩人也太不要脸 这不要脸 这也不了命啊 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 感谢学员们的信任 才让我有机会 踏上这美丽的旅程 唐生你回来了 那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臣妾最新的一种学习 叫做瑜伽 瑜伽 这是 这个呀是天诸国的一种养生方式 什么瑜伽 爱家活这把年纪也从未听说过 本宫看根本不是什么瑜伽 是偷家吧 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 钟贵妃 你说谁偷人呢 皇后娘娘 你跟柳随秦师大白天的 观者们一身不肿的在这儿 还有你解释什么呀 我怎么一身不肿了 竹岳 你来说 爱 慈禀皇上 娘娘和柳琴师所穿的 是天诸国服饰 狗针 是的 天诸国地处炎热 和我们中原不同 所以他们的服饰会更开放一些 而且奴婢还听说 要学习瑜伽 需要吸收天地灵气 所以才这么穿 狡辩 我们又不是天诸国 穿这么暴露干什么呀 你怎么哭了 陈姐委屈 委屈什么 说出来 朕给你做出 陈姐照顾了宋贵人一段日子 羡慕宋贵人怀有龙翼 皇上对陈姐一往情深 陈姐不知几时才能还上龙子 听闻 那瑜伽可以强身健体 还亦有孕 所以陈姐就找到 柳琴师前来教学 一派胡言 你也觉得本宫会想起 千真万确 柳琴师曾在西域学习过音乐 又对这瑜伽颇未了解 而且 他还经常出入太后情 所以陈姐觉得 找柳琴师前来教学 皇上不会责怪的 谁知道 皇上还是误会了 原来如此 是真错过的 皇上 朗儿 你怎么出汗了 啊 不是老汗 臣妾以为 一般只有说谎的人 才会出老汗 皇后娘娘 不会是心里有鬼 被吓出来的吧 朗儿 我在害怕什么 糟了 这人又给我挖壳 紫妾怕什么 快说你在害怕什么 我 当着皇上的面说谎 当然汗流济背 什么养生 什么瑜伽 我看啊 就是掩人耳目盖 这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骗得了皇上 还能骗得了自己吗 皇后 皇上 娘娘出汗 是应该排毒 排毒 是 因为娘娘练习瑜伽 时候尚浅 所以不知道会流这么多汗 才回答不上来的 当真如此 真的 奴婢不敢撒谎 女娘出汗了都知道 皇后娘娘 你只不过做了几个动作 就说是什么 瑜伽 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儿吗 哟 你还觉得很简单呢 要不 试试 试试就是试 你以为本宫怕眼 好啊 哼 啊 啊 你干什么 你不说简单吗 来 第一个动作啊 伸展动 啊 啊 啊 我的腰 我的腰 不完呢 啊 给来个 双九零八 啊 啊 往下 往下 圈圈的腿 啊 这就受不了了 你刚才说简单 这瑜伽呀 若虽每日练习 达不到娘娘这种融润度的 看来狼儿 能达到如此融润度 真是辛苦 全正旨意 皇后 魏宗刺激 勤练 勤练 瑜伽 勤练瑜伽 特赏 赎 赎紧一匹 黄金千两子 多谢皇上 后家伙 终于过关了 哎呦 哎呦 皇上你别闹 老师说 这段时间 有没有想真 不想 什么 你白天还要拿剑砍死我呢 谁会想 好了好了 真知道错了 作为补偿 这 你 是冲你一个人 可以 你换死我了 哎 那 你这瑜伽当真神奇啊 这感觉 你最近 忽敌了不少 啊 瑜伽是减肥的 咋到你这儿成这么肥的了 对了 你这有没有什么养生的方法 适合朕呢 你要干嘛 这蓝链瑜伽变得更漂亮了 那朕自然也要养生 这样才能配得上 你真想啊 嗯 快说嘛 当然有了 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二 好嘞 都不都好 皇上 你已经很厉害了 这样做 真的有用吗 当然有了 稍等啊 哦 这么神奇啊 有效果吧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更喜欢朕了 讨厌 人家更喜欢腹肌的 那你说 这个腹肌怎么累 哎 皇上 你今天已经很累了 咱们改天吧 只要你习惯 哪怕再累 朕也愿意累 在这个宫里 只有皇上对我最好 近日啊 是朕鲁莽 正向你保证 以后 绝不会 皇上 这下总算稳了 皇帝回来了 算不用担惊受怕了 大半夜的怎么会有危险 咱不会是爸爸 算不管 等会不会是爸爸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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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在乎 不在乎 皇上他善闹了金国 恐怕以后的日子 都要与病榻为伴了 什么 皇上 皇上 糟了 皇上是成植物人了吗 这可怎么办呀 太医 医你看皇上有没有可能会好起来 恐怕 太后 皇上一病不起 这可怎么办呀 是啊 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呢 臣妾建议 先由太后临政 稳住朝室要紧啊 放肆 国家大事 岂如你一个贫妾在这妄议 皇后 我们都是妃妾 可太后 是天下人的太后 皇上无法临政 那让太后先临政 也无妨 刘公公 玉玺放在哪呢 你要干什么 这玉玺 还是先由哀家来保管 太后 玉玺就在皇上的龙榻上 太后 你敢胡来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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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放手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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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放开我 你敢推啊 宣称是皇上 也是我的丈夫 谁敢对他无礼 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皇上 皇上他动了 你是任务 保管玉玺 若接了这玉玺 肯定惹出一身祸身 赞助不接 你放心 你保护我很久了 从现在开始 换我保护你 皇上已将玉玺 交由本宫保管 在皇上龙体康复之前 谁都别想打着玉玺的主意 自今日起 前朝 后宫 事无巨细 都要向本宫禀报 皇后 你敢对太后下令 你 遇袭在此 莫说下令 就是极客长臂 你也无话可说 你还不跪下 臣妾遵旨 怎么回事 难道皇上有危险 你们又来干什么呀 皇后把玉玺交出来 皇上交由本宫保管的 本宫说过 你们谁都别想惦记他 皇后 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 皇上交给你 可有皇上的圣旨 当日 皇上交由本宫 太后和贵妃 可是亲眼所见呀 哀家可没看见 哀家只知道 自你进宫之后 皇帝就跟失心疯了一样 竟敢武力哀家 顶撞皇叔 残杀大臣 冷落后宫 如你这般红颜祸水 如今竟也想把持着这玉玺 莫非是想篡位吗 太后大可不必污蔑本宫 皇上健在 本宫如何篡位呀 太医都说了 皇上病体何时康复 尚无顶数 所以今儿个 太后带着文武大臣前来 就是为了商议新军一事 新军 哀家身为太后 皇帝病危时 自然是可以议定新军 皇上如今心下无子 哪来的新军 这个嘛 就不劳皇后费心了 来人呢 请王爷 王爷 林川王 林川王 娘娘 林川是太后跟先帝的弟子 当今皇上的新帝 那为何 他当年没有继承皇位呀 他偏心不断 先帝赠武他 儿臣拜见母后 皇后 林川王的身份血统足以继承大 荒谬 皇上少在 何谈继承大头 皇嫂 皇兄如今半生不遂 让一个贪子当国君 你是想让四方诸国嘲笑我们吗 林川王是吧 来来来 怎么敢打我 你出言不逊污蔑皇上 本宫就替皇上教训你 母后 这妇人分明想霸架玉玺 想篡位 这大好河山 此能落入旁人之手 没错 各位大臣都看到了 皇后不肯交出玉玺 就是想等着皇帝驾崩之后 独揽大权 玉前侍卫何在 将这妖妇拿下 我看谁敢 皇上尚未假 就算哪一日 皇上真不在了 那也轮不到你林川王济云地位 你说什么 皇上 自有子嗣地产 荒谬 皇上何来子嗣 太后难道忘了吗 宋贵人已经怀有龙胎八月 只要宋贵人诞下皇子 那他就是太子 本宫身为嫡母 自然竭尽全力 保护太子 娘娘 娘娘不好了 宋贵人被人推倒 现在有滑胎之下 方才 卢比陪宋贵人去领月利银子 突然冲出来一个黑衣人 撞到宋贵人就跑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情况不妙 恐怕 恐怕什么 快点救人啊 一定要母子平安呀 你们太残忍了 你们连冤赴都不放过 皇后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害人 宋贵人若是母子平安便好 如若不然 本宫就算是翻遍整个皇宫 也要找出幕后凶手 糟了 宋贵人这一胎要是保不住 他们就要篡位了 来人哪 快去召集太医 务必要保住宋贵人的龙胎 千千先去看看宋贵人 站住 没有本宫的命令 今天谁也别想从这里离开一步 放 你敢挟持哀家 玉玺在此 谁敢共同 玉前是格杀勿论 皇后 你这是要造反的 住口 如今保证皇上的龙翼最为要紧 你们谁都不许去打扰宋贵人 本王 现在就要出去 看看你能拿我怎么的 你敢 敢不敢 你自己看 娘娘 情况如何 亮亮 宋贵人他生了 太好了 牧子平安吗 宋贵人情况稳定 孩子也很健康 太好了 娘娘这下可以放心了 本宫一定要亲自照顾小皇子 说皇上的血脉 不让某些人有机可折 怎么回事 怎么还是危机状态 难道孩子有问题 孩子真的生下来了 千真万确 是男是女 对 快说 是位公主 公主 好呀 那这哀家 岂不是又多了一个孙女啊 母后 皇兄生了个女儿 若哪一天皇兄不在了 难道让我这大侄女 继承王位吗 你们 你们笑什么 当然现在笑你了呀 皇后娘娘 千算万算没算到 宋贵人 生了一个女儿吧 哈哈哈 看来 某些人垂帘听证的千秋大梦 要醒醒了 这个迷女 刚进宫就被封为皇后 如今还想着垂帘听证 就凭你 皇上已经护不了你了 我看你啊 还是乖乖把玉玺交出来 要不然我一刀捅了你 再拿玉玺 就是麻烦点吧 老天爷 我这局面还有救吗 嗯 等等 奇怪 钟贵妃一过来 警报就解除了 难道能救我的人是她 还是她身上有东西能救我 你干什么 你 子苏 一起 是啊 你信不信 本宫把你们碎尸万段 有进去 别吵了 你敢这么跟本宫说话 干什么 娘娘 宫贵妃太有喜了 有了 你胡说什么 什么有了 有喜了呀 您这卖相犹如滚猪 这就是应付的华卖呀 你一个丫头骗子 胡说什么 子苏自小学医 她的医术绝对错不了 你若不信 可以请太医过来看看呀 贵妃 你真的有喜了 可是皇上已经几个月 没翻牌子了 对哦 皇上几个月都没有翻牌子 那贵妃肚子里的孩子 难不成 贵妃 你实话实说 哀家自会为你做主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皇上的 钟贵妃 我劝你想清楚了再说 如果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皇上的 那我就告你私通 就算是太后也保不了你 毕竟 这可是九族香香乐的大罪哦 我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皇上的 是啊 怎么可能不是皇上 这 皇上近几个月都没翻你的牌子 你怎么 皇上是几个月都没有翻牌子了 可是皇后进宫之后 皇上就没有了翻牌子的习惯 平时呢皇上在皇后呢 偶尔也会来止气 你这 闭嘴 那这就对了 太后 既然钟贵妃她肚子里怀有龙翼 那商议新君的事 是不是得等钟贵妃把龙子生下来再说呀 好好好 皇后果然是聪明啊 不敢不敢 臣妾不是聪明 是命大 都快死了 结果 被一直看我不爽的贵妃姐姐给救了 贵妃姐姐 你是不是自己也没想到 凌川王怎么动那么大气 难道钟贵妃这孩子 贵妃姐姐 如今你肚子里的可是龙肿 一定要保护好 就不劳娘娘费心 娘娘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 贵妃娘娘 贵妃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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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找太医乔了吗 乔过了 我真有了 是我的 最快 不是你的还能有谁的 那狗皇帝 一年都没犯过我牌子了 可我 今天 又被那个贱人摆了一趟 把我的孩子 说成是狗皇帝的 那 你说现在怎么办啊 写下之急 是要先除掉那狗皇 我可不想孩子生下来 喊他爹 那 你想怎么办 是下毒 还是放火 在除掉狗皇帝之前 我们要先除掉那个贱人 你是说皇后 没错 就是那个贱人 三番五次的坏我们的好事 等来 母后要她一起赏花 我会找人把她扔进荷花池里喂鱼 谁 是你 狗奴才 狗奴才 人呢 没事 我找他来了 跟我来 柳琴师 公公我要见皇后娘娘 我要见皇后娘娘 我要见皇后娘娘 柳大人 你每次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都差点没命了 你就行行好 快走吧 公公 我真的有要事要见皇后娘娘 此事 光顾皇后娘娘的安好 你不来 皇后娘娘就安好了 快走吧 果然在这 跟我进去见皇后娘娘 王爷你这是 滚开 跟我来 走 大看 你们竟敢擅闯皇上请宫 皇后娘娘 本王特意抓来这儿狗奴才 给你定罪 柳大人 皇后娘娘我 他犯了什么罪 皇后娘娘 六亲师轻薄臣妻 我没有 本王亲自看到的 还有 这些宫女也都可以作证 你是狗奴人 明明是女人 你和钟贵妃两人在御花院里面私通 被我撞见了 公说八道 皇王爷 请你自重 皇后娘娘 本王知道 你和这狗奴才私交不错 所以特地抓来 交给你撒路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娘娘说话不断 不如问 皇兄的意思 不知道 皇兄躺在那儿应该讲 皇兄 站住 皇兄 本宫不信柳大人会倾国钟贵妃 此时必有蹊跷 皇后娘娘 臣妾知道 你一直不喜欢我 如今臣妾被倾薄 你却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臣妾 不如一头账死算了 娘娘 明目张胆地 以权谋私 莫非 娘娘真的与这柳琴师有高起真实 住口 你再敢胡言 本宫对你不客气 娘娘 公道自在人心 今天你不让我说 难道这宫里的人也都不说吗 今天你让我闭嘴 明天整个皇宫都会知道 皇上的贵妃被轻薄 皇上的皇后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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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听他们胡说呀 哦 皇上 原来你听得见啊 现在 整个皇宫都知道 皇上的后宫 在给您戴绿帽子 哈哈哈哈哈哈 太医 皇上太医 娘娘 皇上她急火攻心 如果再这样下去 只怕 皇后 皇上都被你气倒了 你还不把这个柳隋云杀了 给皇上解气啊 住口 真相未明 七颗草剑人命 好好好 皇后娘娘 果然是要互断的 娘 我 我想了 我举酒在她身上 肯定没错 真假如何 本宫自为查明 崔公公 带他们去片店 是 好啦 你们两方的话呢 本宫差不多都听明白了 就如此 娘娘 您是要偏袒这奴才 还是给贵妃一个交代 别急呀 本宫呢 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哪不明白 这半夜三更的 中贵妃为啥到御花园去 还好巧不巧的 在那碰见王爷了 对了啊 还有那些宫女们 她们竟然都看见了 那为啥不阻止 还眼睁睁的 看着贵妃被轻薄 然后自顾自的 起开吃瓜 宫女怎么阻止嘛 六岁云这么大一个男人 只有王爷组织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王爷 你为啥半夜不睡觉 去御花园呢 本王还需向你解释 现在悠悠众口 都说这柳隋云有罪 王后故意偏袒 莫非 行了 这样的悠悠众口啊 本宫随随便便 能给你找出一百个来 不过王爷要是真想证明点啥 本宫帮不顾 朱公公 在 去把那个坛子拿过来 是 坛子 这个坛子里呀 是一条五步蛇 只要让他咬一口 马上你的小鸟没了 你想看吧 不过呀 这蛇有个脾气 他专咬撒谎的人 本宫给你示范一下啊 本宫在此声明 我只爱皇上一人 从未与柳琴师 有私情 看吧 本宫的手没事 王爷 你来试试 请吧 既然王爷想自证清白 那你就把手伸进去 娘娘 下官愿自证清白 下官并未轻薄钟贵妃 而是撞见钟贵妃 和临川王在私通 放肆 王爷 我看这蛇压根儿都不咬人了 蛤 贵妃是在说我虚张声势了 来来来来 来 你试试啊 来 过来 哎呀 你就试试呗 不要 嗯 贵妃不肯 你试试啊 来来 你试试啊 那要不还是王爷来吧 一样的 只要你们没说谎 那王爷的手就不会有事啊 来就来 谁怕谁啊 请 请吧 呦不敢了 心虚了 胡说 王 这点不是 方便方便 那王爷你去方便啊 我们在这等你回来 一定要回来哦 怎么办 这见人真的是愧疾痛痛 有办法了 本王这就试给你看 本王与中贵妃没有私通 是柳隋云轻薄贵妃 且慢 王爷别急啊 你再泡一会儿 你要干嘛 王爷快出来 那没有蛇 你 啊 这被咬了吧 纯太医 太医 太医 快 哎呀王爷放心 你这手变红呀 不是蛇咬的 而是你自己 作的 说什么话呀 小时候看戏学过 用一条蛇 最能测试人心 那皇后娘娘 王爷的手 既然没有被蛇咬 那就证明王爷没有说谎 可是这蛇也没有咬我 也没有咬皇后 我们都没有说谎 皇后 你这蛇 到底灵不灵 哎呀 蛇灵不灵我不知道 但是王爷做贼心虚 那倒是真的 你什么口 其实这里面的蛇呀 早就已经被我拔掉了尾牙 它根本就没有东 啊 只不过呢 它里面加了点强身健体的东西 枸杞 为什么加枸杞 这是我家紫苏说的 这台水里面加了枸杞 只要沾上了一点点熊火 那么 他的手就会变成红色 而王爷的手变成红色呢 就是因为 你的手上擦了十足的熊火 那又怎样 那你好好的你干嘛擦熊火呀 那只能说明你做贼心虚 你刚刚偷偷去外面 在手上擦了熊火 就是为了怕被毒蛇咬 没想到吧 我准备这潭水 不是为了让蛇咬你 而是为了证明你做贼心虚 这擦熊火 怎么就做贼心虚了 我和柳瑞云 我们俩都不怕被蛇咬 为什么你怕 那只能证明你在说谎 娘娘说的对 我柳瑞云 行的端做的正 根本不怕 王爷 事到如今 你还有何话说呀 来人呢 凌川王污蔑本宫 调戏贵妃 即刻押入大牢 你敢 本王 是皇上亲帝 太后嫡子 我管你是谁 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 崔公公 在 把他带下去 刑部三十六道刑罚 全部让他尝一遍 是 母后救我 别怕 有母后子 皇后 你为何要抓我皇儿 太后 这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还要我给你讲一遍 哀家可听说了 皇后身为六宫之主 仅凭虚妄之言 就定王爷的罪 是不是他没有往法了 虚妄 王爷他做贼心虚 证据确凿 何来虚妄 荒谬 向来捉贼捉脏 捉奸捉霜 如今你只是空口无凭 仅用一条没有牙齿的蛇 就想定王爷的罪 把罪名做实 要是这样可行 那以后衙门都别想审案子了 王爷就差自己承认了 如果这都不算做实罪名 那怎么才算做实 除非 他自己亲口承认 果真 否则你就想定王爷的罪 皇儿 直播 且慢 凌川王冒伴皇上出言不逊 暗律应当收奸 带下去 我看谁敢 太后 你要是阻拦 你怕不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你 王 救我 回宫再说 钟贵妃这么关心这个凌川王 他俩肯定有一腿 娘娘 娘娘 不好了 娘娘 怎么了 奴婢刚刚去太医院取药 发现太后的人 正在和太医们喝酒 还塞了银子 糟了 这太后是明摆着收买太医院办事 可皇上的药怎么办呢 紫苏 以后皇上的药 你亲自负责 是 不止这些 太后还调换了御膳房总管 皇上和娘娘的膳食 以后 都由太后的人负责了 什么 这 奴婢去见识房里 约立银子时 发现太后 已经在准备龙袍的意料了 而且尺寸 还是按林川王做的 哎呦喂 太后真是准备 贫死一搏了呀娘娘 皇上病着 太后只要弄死本宫 就没人能阻挡得了她了 皇后娘娘 朴大人 臣蒙皇后娘娘相救 下官不能做事 太后步步紧逼 大人有何妙计 太后对下官还算垂暗 下官只要靠近 找个机会 遇事俱为 不行 此事从上记忆 岂能牺牲你自己啊 娘娘 柳大人也是一片忠诚啊 此事不许再言 柳大人 现在情况危急 你就在本宫的片殿住着 不能随意走动 娘娘这余理不合啊 外男是不得入住 皇上和皇后的片殿的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柳大人为人光明磊落 本宫更是心胸坦荡 有何所据 可皇上是不会同意的 本宫清清白白 自会和皇上解释 你们放心 本宫和皇上一定会安然无恙 无论如何 都不会牺牲 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可皇上 皇上 皇上你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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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别怕 我没事 皇上 你再不行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朕答应过你 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把任何人都不行 太好了 有皇上在 我就不怕太后他们了 事已至此 朕也不会给他们留余地了 传令下去 将太后和重贵给下狱吧 不行 太后他们只是在密谋 还没有直接证据 就能证明 得让他们自己招供才行 我刚刚说的对 那 怎么才能让他们自己招供 也许 那个人可以帮得上吗 娘娘 乔贵妃来了 参见皇后娘娘 平身吧 乔贵妃 皇上已经安康了 你可知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可是如今 太后和临川王正在密谋夺权的事情 你知道吗 臣妾 臣妾 本宫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今日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大事 大事 这件事啊 关系到你下半辈子的生殖家 呸 荣华富贵 这些年 虽然皇上不怎么宠爱你 但是身为贵妃 如果皇上嘎了 你可就啥都没了 臣妾明白 中贵妃她可不一样 她是太后的人 而且 她跟临川王的那些猫腻关系 你肯定也有所耳门吧 对她而言 她巴不得皇上早点死了 但是对你而言 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可就都指望皇上了 我说的没错吧 皇后娘娘 你想让臣妾怎么做 您就明说吧 你们这帮狗奴才 快给我放出去 我可是临川王 王爷 乔贵妃 你怎么来了 王爷 你没事吧 干什么 王爷 妾身仰慕您已久 你难道都不知道吗 啊 皇上一直不宠爱妾身 可妾身 也是女人呀 王爷英姿飒爽 妾身仰慕已久 你不怕被别人看见呢 怕什么 不瞒您说妾身已经得到消息 那狗皇帝已经驾崩了 真的 哈哈哈哈 本王爷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王爷 那以后等你登机了 能不能也封妾身为母后 美人儿 香山都是真的 连你也是真的 走 咱就去找母后 哎 且慢 等你出去了 你指认钟姐姐 不要切身 怎么会呢 那你现在就答应我 不然 我可去喊人了 别 好 我这就给你立 呢 白纸黑字 B字句哦 趁今日登机 立乔士山山为后 清词 哈哈哈哈 好 本王 不 这 这就给你立 走 咱先去找母后 你想去哪儿啊 你想去哪儿啊 你们干什么 皇后娘娘 妾身已经半妥了 妾身 你算计我 太后说 不被你亲口承认 否则不能算错失罪名 那不知道 你亲笔画鸭的 算不算呢 妾夫 妾夫 妾人 你个贱人 妾夫 辛苦姐姐了 咱们还有下一步 妾身明白 太后 太后 王爷还在里面关着呢 您快想想办法呀 急什么 哀家已经买通了太医院和御膳房 明天就让皇后那个贱人见鬼去 这只要除了她 皇帝还不好办了吗 太后 乔贵人 你怎么来了 天牢已经传出消息 皇后把领川王带走了 宫中都已经知道了 那个贱人 请 贱人 谁敢逗皇儿 咱们是知道皇上已经不行了 皇后怕领川王登基先下手了 哼 那哀家下手比他更快 你去准备些点心 给皇上皇后送去 啊 我 还不快去 早早收拾那对狗男女 啊 是 哼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斩草出根 皇后娘娘 太后命臣妾送一盘点心 给您和皇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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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啊 啊 啊 哀家赢了 你就死心本了 太后 可把领川王放出来了 急什么 现在玉玺在哀家手里 咱们也该算算总账了 你们想怎么样 皇后 哀家本来可没打算毒死你 谁让你这么爱事呢 不过你放心 等你一死 哀家自会让你和玄臣合葬 玄臣可是你的儿子 你怎么 我呸 养不熟的白眼狼 这种爱女人不爱江山的东西 怎配做哀家的儿子 再怎么说 他也是你养大的 哀家养他 不过是为了大权在握 见识 反正你都要死了 哀家就跟你讲个故事 就跟你跟哀家讲的故事一样 是吗 黎毛换太子 太后 怕什么 反正现在天下都是哀家和林川王的 这秘密憋久了一块难受 像当年哀家也是皇后 可先帝不爱我 唯独宠爱梅妃 哀家怕极了 尤其是梅妃还生下了皇子 就是玄臣 哀家岂能容忍梅妃母平子贵 然后你就 然后哀家就给梅妃送了一盘桃花酥 就跟你刚才吃的一样 你猜怎么着 梅妃吃完就肚子疼 疼着疼着就死了 皇帝的生母 居然是哀家独死的 独妇 只可惜哀家筹谋这么多 其实根本没必要 后来哀家也怀孕了 哀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梨川王 那哀家又怎么会要这个玄臣呢 你这个毒妇 你怎么 你没想到 真没事 怎么样 我眼睛不错吧 你们 你们竟敢算计哀家 没人算计你 是你自己鬼迷心窍 朕可是听到 你毒害了朕的生命 你想干嘛 运袭在此 皇帝不得伤害哀家 你要不你自己打开看看 你看那里面是什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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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面 还是 没保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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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我不是九条命 是可以死九次啊 乖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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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知道我要打你 我死多了 我再就知道了 来人 把这些乱臣贼子 跟着拖下去 啊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 哀家不死 哀家不死 你没事吧 哎呀 还好小灭多 秦夏你保证 以后 再也不会让人伤害你了 你不再想害我 我也没辙了 下半辈子不能卡Bug了 想想就心累 经历了这么多事 真知道 只有你对这人是真心的 所以 真要给你一个礼 来人 这是什么呀 这是免死金牌 真怕你不够用 给你打了九块 太好了 我又有九条命了 谢谢 一切风平浪静后 我和玄臣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日子 当然 大部分时间 他忙着朝政 终于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皇帝 哦 对了 为了感恩柳隋云 冒死报信 玄臣给了他一个好出路 让他娶了皇帝亲妹妹 多罗公主 都以为那是一门好归宿 和画风 着实让我惊掉了下巴 皇上 巫罗公主和故马柳子云 前来起了安了 哦 客气 参见皇兄 参见皇上 此番出去 有没有什么收获啊 啊 回皇上 此次出行 赏心悦目 多亏有公主的照料 下官才有此殊荣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我来个去 这公主一看就不是个省目的都 你不是说给柳隋云找了个好归宿吗 省目的都这么个鬼难缠呀 不该你操心的事情就不用操心了 再说 人家柳隋云能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 走 我带你去看看 公主请喝茶 慢吞吞 你要咳索啊 狗奴餐 你要烫索啊 等一下 有好戏感 烫什么烫 爱喝不喝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可是公主 你不过是 公主又怎么样 下官虽然是寝师出身 但也是人 也有尊严 我是你公主 就能随便奚落他 你 我什么我 皇上让我做驸马 就是让我管教你这个刁蛮公主的 我是你的丈夫 我尊重你 你也必须尊重我 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 嗯 知道了啦 熊什么熊 娘子 你今天想吃什么 嗯 我想吃 好家伙 柳隋云他终于硬起来了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的鼓励 跟你说了不用担心了 真好 他终于不怕再被人欺负了 好 我看看 感谢观看